嗨,我是一爸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純新的主題 叫做雷品大伏品 是對不起我誤會你了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雷品它突然變得很好用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一些雷品它突然大復活的話呢 那就請繼續收看下去囉 大家如果很常看我的頻道的話呢 應該知道其實我拍過不少集的本月我最雷 大概已經六集或七集了 那通常其實我會再把商品定義為雷品之前呢 我一定會給它們非常非常多次的機會 然後不同的天氣啊 或是不同的場合什麼之類 一些不同的方法來測試它們 它們如果真的就是完完全全摄摄底底的沒有救 那我就會把它放到本月我自己雷去 然後呢剛好非常的幸運呢 既然有幾項產品呢 是讓我覺得就是被救起來了 那首先呢就來跟大家分享第一樣產品 這一個呢就是Benefit他們家的這一個 這一個呢是叫做 Stay Flawless 15 Hour Primer 那我覺得這個產品呢算是台灣的市面上呢 算是蠻早期推出這種 比較強調持妝的這種primer 那其實本身呢在下算是一個primer控 就是我非常的喜歡買primer 就是我常覺得其實primer好像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看到primer就會很想買 那看到它就更不例外啦 尤其它在夏天的時候強調持妝 是很重要的事情吧 就把它買下來了 那一開始在用的時候呢真的還蠻開心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有這個持妝的效果 效果還不錯 那我在用的時間呢是夏天 那大概用了一個月吧 這一個月中間我就發現我的鼻頭啊 還有鼻翼跟下巴這邊的粉刺 大狂掌 喔還有額頭這邊 因為這邊就是我會用這個產品的地方 狂爆粉刺 我每天洗完臉都在洗粉刺 可是每天擠完之後呢 隔天上妝然後卸完妝 又發現就長了非常非常多粉刺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擾的事情 那我就想說這中間的環節到底是哪裡出錯了 然後後來呢我就歸咎起來 我覺得有可能是它 所以呢我又再給它另外一個月的時間去測試 在這一個月裡面呢 我總共嘗試了四個不一樣的粉底液 因為在之前的那個月呢 我每天其實都是用一樣的粉底液 那在下一個月呢 我每一個禮拜都更換粉底液 看說是粉底液讓我治痘 還是是它讓我治痘 後來我發現呢 換了非常非常多粉底液 以前用都正常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搭配了它 每一支就是都大爆粉刺 所以後來我就非常非常傷心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算是一個好用的產品 可是呢讓我的臉上大爆痘 所以呢就一直把它放在抽屜了 那之後呢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後來某人移民去澳洲之後 就是我陸陸續續都會一直去澳洲找它 那有一次呢 我就把這一個產品呢就帶去 因為我想說 我一定還要再給它一次機會 就是換到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天氣來試試看 看是不是會好一點 那我就把它帶去澳洲了 那那時候在用的時候呢 也是澳洲的夏天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澳洲的夏天 是非常非常乾燥的 那時候我在澳洲差不多兩個禮拜吧 就嘗試就用它 我發現呢在澳洲它完全不會讓我就是大爆粉刺 然後呢當然就是這個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持久的 我就覺得 哇塞 原來是它 就是跟台灣水土不符 它並不是一個就是不好的產品 所以呢我現在就把這個產品歸類算是一個 跟台灣水土不符的產品 因為帶去澳洲用呢 它就是非常的OK啊 那不知道你們手上有沒有這一罐 就是 Stay Flawless Primer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困擾 或者是你還喜歡這支primer 或是你有不一樣的使用感想的話呢 都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讓我知道說 搞不好這真的就是我自己個人問題 或者是說你其實在台灣用它 你也覺得是大爆粉刺 搞不好你下次把它帶出我用 其實可以改善很多 那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 YSL的 它們這一個 中文名字我忘記了 反正它就是一支可以這樣子按出來的筆 然後呢可以做你眼下打亮啊 或者是像這邊的 就是 法令紋的修飾等等的 然後這支筆 其實當初我在買的時候啊 我真的覺得哇塞好貴 而且又沒有什麼效果 就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那只是 當下真的覺得好多youtuber都有用 然後呢又覺得它這樣按真的非常的酷 所以我就把它買下來 這支我記得當初在買的時候好像是1350塊 那個時候 YSL的超模也不過就是1800而已 所以 它真的蠻貴的 而且呢它也就是才2.5毫升的一支筆而已 當初買回家用的時候 真的是因為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youtuber在用 所以真的是也是很想要自己擁有一支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用起來 就是我覺得那個改善的程度 比如說法令紋啊 或者是像眼下打亮的部分 它其實並不明顯 它就是一個非常中規中矩的產品 就是它當然沒有讓我的臉上有什麼過敏 只是我覺得那個效果其實也並不強烈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4號呢是2號 2號的話它其實是帶有一點點蜜桃色的 那通常我在用它的時候就是把它大多都是用在眼下的 就是打亮 就是做完第一層的遮蓋之後 然後就是做這個大面積的打亮 那那時候再用都沒有覺得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覺得好拉翻它就是一個很貴的一個專櫃的產品 最雷的關鍵應該就是說我覺得它就是一個中規中矩 沒有讓我覺得它有很大的成效 可是卻要賣1350塊 真的非常非常貴 大家應該知道其實這幾年就是非常的流行 就是這種強調眼下的打亮的這個步驟 那所以呢其實在這中間的好幾年 我也陸陸續續買了好多家 不管是專櫃或者是開架很多 就是這種遮瑕膏顏色比較白 然後把它當作是眼下打亮的 那那個時候呢我才發現它的好 因為我發現呢其實用很多不管是開架 或者是就是專櫃的這種比較淺色的遮瑕膏 我其實壓到眼下之後然後做定妝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常常臉部表情很大的人 就是會大笑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常常就是話講多了 然後到了就是如果我早上化妝 到了下午可能兩三點我就發現我的眼下這個 呃皺紋就是笑紋啊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這些比較白的遮瑕膏呢 會讓我的眼下的這個皺紋呢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天哪怎麼會這麼糟糕啊 直到那個時候呢我才就是realize 就是才理解 因為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呢 它可以就是讓你的眼下就是有打亮的效果 當然它這個眼下打亮是那種 就是中規中矩它沒有到哇非常的亮這樣子 可是呢它不會讓我的就是眼下啊 就到下午之後產生非常非常多那種很乾的細紋 才發現原來就是它的保濕程度是不錯的呢 而且呢就是到了下午你還是可以看到就是它淡淡的這種 就是打亮的效果就是它就是中規中矩 就是你化完妝它就長那樣 你到了下午呢它也不會脫妝 它還是一樣長那樣 就真的對不起是我誤會你了 原來你就是一個中規中矩 但是呢就是內心質地非常好的一個產品 就是不會產生細紋 所以那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開始眼下開始變得是很乾的人的話呢 那我覺得 嗯 YSL這一支呢你真的還是可以考慮看看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是Makeout Forever的Ultra HD的這個粉底液 那這個產品呢其實我在台灣剛上市不久我就買它了 那我印象中它那時候就是強調說 它這個呢就是嗯是一個非常細緻的粉底液 那你就算把它放到就是放大到就是這種什麼所謂的4K的解析度的這種 嗯 影像產品上面去看就是你的妝感都會非常非常細緻 那其實那時候剛好把它就是一個新產品 我就好奇我就買了 那那個時候呢我覺得剛出來的顏色可能不是非常多 因為後來就是我有訂閱者跟我說 他們現在就有個色號好像有到開頭5的 那我這個色號呢是Y255 那我當初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欸它這個顏色其實看起來是比較黃的 那那時候在就是他們櫃上使用 因為他們的櫃上的這個燈光其實我覺得也沒有非常準確 那時候我是試在脖子覺得欸好像差不多就買回來 可是後來蠻後來發現它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白的粉底液 那非常非常白的粉底液呢 其實它太白你就很難去感受到就是這個產品的優缺點 因為它太白了 就是光放在你的臉上就是 你知道就是如果有它跟沒它就是黑白狼君 所以呢我當下這時候在用它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 就是說什麼遮瑕度很好 或是持久度很好啊什麼的 沒有覺得它遮瑕度很好是因為它就很白 那很白的粉底液本來你就會很容易覺得 它很容易蓋掉就是你臉上這些泛紅的地方 那你知道這個地方就是一個盲點 就是因為顏色色號不對 你感受不出來它那個好的地方 然後持久度來說的話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粉餅厲害 還是我的粉底液厲害 因為它比較白 所以我那時候在用的那幾次我都會用比較深的蜜粉 就是會先去蓋它 然後再用上就是那個browser 然後還有有時候比較誇張是還會再用修容 所以整個人臉上的這個顏色呢 可以調整是因為我的粉類產品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到底就是這個粉底液本身持妝很厲害 還是因為我用的這些額外的粉 讓我的臉上是還蠻持妝的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就沒有覺得它是一個好的產品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它就是一個專櫃的粉底液 可是看不出來效果的產品 就覺得賣這麼貴真是不值得 然後呢我覺得唯一那時候有感受到它的優點 就是呢這個粉底液夠黃 就是我剛才有跟大家說過 然後再來就是呢它是一個不霧不亮 就是一個非常像你的就是臉上膚質的一個 一個妝感的一個產品 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適合拿來上鏡頭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人在鏡頭上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妝感的話 那它是真的蠻適合的 因為你知道呢就是我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就是真的都沒有什麼出門玩 所以沒有什麼曬黑的機會 就是我越變越白 那我剛好呢在今年這個冬天呢 我就可以就是使用上這個色號 就是這個二物的色號呢 還蠻就是接近我現在的膚色的 一用之後呢才發現哇塞 原來這個粉底液啊 它其實摸起來呢是這個質地 就是蠻薄透 不會到你覺得很厚重那種感覺 那像我剛剛講 就是它的妝感是那種就是很自然的妝感 不亮不霧 可是呢它這個遮瑕度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過我素顏化妝的就是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我這邊有兩個很明顯的痘疤 那像我用這個的話呢 就是全臉我大概就是用兩次的按壓的量 然後呢我就是用海綿這樣輕輕按壓在我臉上 輕輕蓋然後把它推開 它就可以把我臉上這些鼻翼的泛紅 還有像痘疤啊全部都蓋起來 就第一層而已喔 就它這個遮瑕力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它遮瑕力很好 可是你蓋了一層之後呢 你不會覺得你的妝很重 然後壓了透明蜜粉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哇你這個妝感是非常自然的 我今天這個底妝呢 用的就是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Ultra HD 就我至少我是覺得看起來 就真的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妝感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這個持久度呢也是非常好的 但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因為像是冬天 冬天本來就會比較遲妝一點 尤其是這幾天台灣真的非常非常冷 所以呢我覺得遲妝這部分的話呢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夏天它是遲妝的部分是怎麼樣 但是在冬天來說 如果我是早上八點畫好妝容 我到了晚上八九點來看我的妝容 你都會突然覺得 今天好像是一個good foundation day 就是你在完妝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覺得你的臉上特別的美 但是呢因為經過這麼長時間 你會發現哇塞你的妝肌或是都還在 然後呢也沒有就很過量出 就是微微的就是也是鼻頭啊 額頭這邊一點點出油而已 你知道你就會覺得哇塞 今天這個皮膚啊看起來真的很好 你就會有點其實忘記 原來今天是有上粉底液的 因為它真的很自然 就是自然到就是你不是那種霧面的脫妝啊 或是亮面的脫妝之類 就是自然到你真的以為就是 是你自己的皮膚很漂亮你知道嗎 就真的是good foundation day 那你就是要仔細回想起來才想到 喔對我今天就用的是這個 Makeup Forever Ultra HD的這個粉底液 所以呢我真的覺得這一罐粉底液啊 你只要買對就是買對你的色號之後 你真的會發現它是一個 功能很好的粉底液 就是真的自然 自然到你就是覺得 這是你自己的皮膚的就是狀況 膚況很好 不會像是有上妝的感覺 所以呢這一罐呢就是從我的雷品之後呢 變成是大復活 我現在呢是非常非常的喜歡它的 接下來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Glam Glow他們家這個藍色的保濕款面膜 那這個是小條妝 是因為我當初買的是一個套服 所以它就是有大的症狀商品 然後跟就是這種比較小條的產品 那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呢 也是在夏天在家裡使用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敷完 就是覺得 欸有一點微微涼涼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敷完之後如果用水斜的方式 會覺得 欸臉上真的有變得比較嫩 我覺得欸這個產品其實好像也還不錯 那因為剛好後來就是我還蠻常搭飛機 我就覺得它這樣子小小條很方便 戴上飛機上使用 因為有時候你在飛機上 如果是用這種片狀面膜 如果它不夠透明的話 可能會嚇到你旁邊的人 或是經過你的人 所以我就決定帶這種就是水洗式的面膜 去飛機上 尤其是呢 它有提到一個優點就是呢 它這一個呢 其實如果你敷完大概10到20分鐘之後 你可以直接用就是濕紙巾的方式呢 就是擦拭掉 你不一定要用水洗的方式去把它清除掉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非常的適合在飛機上使用 所以我就興高采烈的帶到飛機上使用 就開始敷嘛 敷了差不多10分鐘之後呢 我就稍微的摸一下我的臉 我就發現欸 它已經變乾了 那你的面膜如果變乾了的話呢 你當然就是一定要把它洗掉嘛 那因為它上面就有講說 你可以用就是這種按摩的方式呢 再讓就是這個殘米吸收到你的臉上去 然後作用是已經擦掉就可以了 那那時候我想說 OK 那我就是遺失到就是那個洗手間去使用 那我的面膜乾掉之後 我就發現如果我這樣搓 當然因為它是乾掉的 所以搓下來全部就都是變成是那種 很像黏土這樣子 就是一塊一塊一塊的小屑屑掉下來 就是根本沒有辦法就是在按摩到你的肌膚裡面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擾人的產品 因為它乾的太快了 可能是因為飛機上很乾到的關係 所以它乾的很快 所以變成是你一定要就是真的水洗你的臉 把這所有的就是乾掉這些面膜啊 就是把它洗掉 因為你如果用屑屑這樣搓 感覺是也是非常的拉扯皮膚 是不太好的 所以那時候用完我就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失望 而且再來是因為我覺得可能真的就是飛機上真的太乾燥 我就是那時候這樣搓完 然後就是這樣子用就是洗完 這樣用就是沒有特別覺得臉好像很保濕 就是那時候看其實覺得皮膚好像洗完 就是沒有特別透亮的感覺 然後就是覺得 臉上還是會有一點點乾乾癢癢的 因為飛機上真的很乾燥 那我覺得我現在就是皮膚可能就是比較成熟了 所以就是如果是在一個環境之下真的很乾燥的話 其實那種乾癢的情況會還蠻明顯的 所以那時候敷完洗完 我就覺得蛤 怎麼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那當然就是立刻再趕快補上 就是我後續的就是保養程序 所以那時候我就對它真的是蠻失望 我就覺得你這是個雷品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就是怎麼會就是這麼不好用 那因為在飛機上就使用了幾次 它就是都會有這種起屑的情況 然後我就覺得它的保濕度不夠 所以我就覺得對它非常非常失望 然後我就覺得它是個雷品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買單罐來說 它其實單價是蠻高的 可是沒有效果 就是很失望 那我就把它放在就是我的洗手台前面 那我每天就是洗臉的時候都會看到它 但是我完全就沒有想要使用它的慾望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敷水洗式面膜的人 但是因為最近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冷 就晚上如果敷完臉的話 它就去水洗臉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有點點的痛苦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它 因為它呢是一個可以就是你 就是敷完之後 然後就像我剛剛跟大家提到 它你可以直接用濕子巾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決定呢再給孩子機會 那我就在某一天晚上的時候呢 我就敷了它敷面膜然後看書 就如果你們就是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話呢 你應該會看到就是我的限時動態上面 其實我有分享它 然後那時候在晚上敷 我就是敷完20分鐘之後嘛 我就稍微再按摩 然後呢直接用濕巾擦掉 那因為太冷了 所以呢我根本就不想要下床 到我的浴室裡面呢去擦我的後續的保養程序 然後我就這樣睡覺了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呢我發現 這真的是一個叫做Glam Glow的產品 我發現呢就是 它可能是在非以上的保濕程度 可能真的沒有發揮到很好 但是呢就是在平地很冷的時候 我隔天早上起來我就有發現 我就是那一天我的臉上啊 是發光的 是發光的 就是Glam Glow Glam Glow 就是真的發光欸 就是它保濕其實我覺得 在平地來說是真的很足夠的 因為其實像如果是在這麼冷的天氣來說 其實你如果沒有睡前做一些保養的話 保濕的部分 其實隔天早上起來 你會覺得 臉是真的有點乾的 好至少我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前一天晚上用它 然後就是之後沒有用巴往產品 隔天早上起來居然發現 自己的臉上這個保濕程度是蠻好 然後會發光 我真的覺得哇塞 它其實是一個蠻厲害的 欸這樣子 好 它其實呢是一個蠻厲害的產品 只是呢它真的就是不太適合在非以上使用 所以呢我就覺得哇塞 它真的是一個雷品大復活 好的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就是我突然就是妝容跟衣服都不一樣了 那是因為呢我昨天在剪輯影片的時候呢 我突然發現 我忘記露介紹了一樣產品 所以呢今天就是在剪輯影片的時候 趕快再補一段進來 好那現在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最後一樣就是大復活的產品呢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是Smashbox的這個蜜粉 這個蜜粉呢大概至少被我冷凍了可能有三年之久 或是更久的時間 怎麼會突然打復活了呢 所以我現在呢就要先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故事的部分了 這個有點長 就是呢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的膚色算是比較深膚色 所以其實在台灣呢 早期不管是專櫃或者是開架來講 其實我都很難找到 就是符合我底妝顏色的這個粉底液 底妝粉餅蜜粉等等的 所以呢唯一能夠符合我底妝顏色的這個 專櫃呢就是MAC 所以呢我在使用MAC他們家的這個底妝呢 可能將近有八九年或者是更久的時間 我一直都是用他們家的粉底液啊蜜粉啊散粉等等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能夠選的東西真的很少 而且呢那個時候國外的海外代購也不發達 我就是才會用MAC他們家底妝用這麼久 那不管好用或者是不好用 我都會一直用他們家 因為我沒有其他家的東西可以用 那直到後來用了很多年之後呢 我發現就是MAC他們家這個蜜粉的顏色呢 開始改包裝 他們家的形式以前是蜜粉呢也有分色號 就是NC30 35 40 那後來他變成是改成就是所謂的Light一個區域 或者是Medium一個區域 Medium Light 那他開始改成這樣之後 我開始覺得就是那些蜜粉的顏色 都沒有非常符合我的底妝 所以我就開始尋找其他家的產品 那後來那時候我就有發現 Smashbox 就是那個時候 Smashbox還有在台灣有設櫃 非常開心呢我就買到他們家的蜜粉 他們家這個蜜粉我現在這個手上的顏色是Light 大家看一下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已經是非常的深了 色號才Light而已喔 所以那時候我在櫃上一試覺得 欸跟我的底妝非常的符合 我就非常非常開心 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那那時候我用的時間差不多也是 就是台灣的夏天的時間 那你知道台灣的夏天非常的濕熱嘛 我就是上完這個蜜粉之後呢 大概可能中午吃完飯 然後睡一覺無覺起來 我就發現我的蜜粉呢幾乎都是掉光的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持妝度也太差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跟MAC做比較 因為我能夠唯一比較的就是這個產品 就只有MAC嘛 因為我剛有跟大家提過就是 呃我那時候能夠選擇的產品真的非常的少 所以我就覺得 那持妝度真的太差了 所以呢我大概就是夏天可能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吧 我就把它冷凍起來 冷凍了非常非常多年 那之後呢開始台灣就代購非常的發達啦 然後反正就是有其他很多種種的原因 可以讓我開始就是嘗試其他不同品牌 不管是開架或是專櫃呢 開始用了其他的蜜粉 那直到最近呢 我發現就是我手上呢 就是這個有色的蜜粉 越來越少 我現在手上大部分都是透明的蜜粉 比較多 因為在中間呢其實有用過很多不同品牌 不管是開架或是專櫃 就是在國外買的就是也是三粉蜜粉 我都覺得這個妝效沒有很好看 要嘛就是可能太乾 不然就是到了下午之後 這個妝其實已經就是沒有那麼好看了 或是蠻種種的原因 就是讓我覺得不ok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突然 就是它變成是我的愛用品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之前不是已經 就是要準備現在國外結婚了嗎 大家如果看我的 做自己的心命的第一集跟第三集呢 其實我使用都是這個蜜粉 因為呢我就發現 欸我這個蜜粉呢被我冷凍了很久 那我在想說 我當初為什麼會冷凍它 然後呢我就仔細重新的就是回到 Smashbox他們家的這個官網上面去看 我就發現呢它其實強調的是 它是非常保濕的蜜粉 然後呢它這個服貼度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又再把它拿出來 重新的體驗一次 我發現呢這個蜜粉啊 如果是在就是比較乾燥的空氣 或是比較天氣冷的時候呢 真的呢這個蜜粉的服貼度非常的好 然後呢就是跟你的膚色就是會 真的是融在一起 然後它不是那種特別光澤感 或者也不是那種特務感的蜜粉 它也就是那種中規中矩的就是這種蜜粉 就是擦上去它真的就是一個定妝效果 然後就是可以讓你的臉看起來是很保濕 因為你知道有一些蜜粉太乾的話 你就是很容易比如說鼻翼啊 或者是這邊啊 鼻翼 然後這邊就是到了下午可能開始就會覺得乾乾的這樣 可是這個蜜粉呢它真的就是保濕 然後呢就是看起來是一個粉感很低的蜜粉 後來我就發現天哪它根本就是一個聖品 我以前真的是誤會它了 因為呢就是在不對的季節買了它 然後不對的季節使用它 當然就不適用啊 之後那一次在家裡試妝我就愛上了它 所以呢我就把它帶出國使用 就是兩次海外婚禮呢都是用它 所以呢歸咎起來就是呢 它真的不適合在台灣的濕熱的夏天使用 在台灣的冬天的這個天氣使用呢 這個妝感也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保濕然後非常的服貼 不會有乾乾的狀況 在國外也是 尤其呢我發現它就是搭配粉撲 搭配Laura Mercier這個粉撲呢 它這個妝效呢是最棒的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樣是深膚色的話呢 一直找不到一個就是很適合在冬天使用 或者是天氣冷的地方使用的蜜粉的話呢 我強力的推薦呢可以請代購幫你買 就是這個 Smashbox他們家這個蜜粉回來 而且那它這個其實帶出國的收納也非常好收納 就是剛剛是因為已經不小心被我就是轉出來讓大家看了 那不然其實通常你就是轉一些就是你需要使用的量 那這樣帶出國呢其實就是旅行來講也不會有太大的困擾 好的以上呢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不知道呢你們是不是有用過什麼你一開始覺得很雷的產品 可是它之後呢變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也歡迎大家呢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然後呢也可以跟就是更多就是來看我頻道的人呢 跟他們一起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不用急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現在有臉書專案跟instagram了 所以歡迎大家來幫我按讚跟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就先這樣子囉掰 你們之前如果看到我素裝畫顏的 我的頭髮是綠色的 是綠色的 一定要就是再給你們看一下 哈哈哈哈